第十章 书祖 我们搬进新加布酒 吴书祖从广东来看我们 他是祖父的表弟 是我们家他那一代唯一的亲戚 爸说 他也是祖父的好友 是唯一能向我们讲述先祖的人 爸买新房时就写信给吴书祖 希望他来北京过75岁生日 他是龙抬头那天来的 你们看我来得多是时候 全家在一起吃饭 我可是盼了好几年了 他向我们问候 听他的声音 没人相信他已过古兮之年 他和爸一样高 雪白的胡子飘洒在胸前 爸 妈 还有客厅里的其他人 都站起来欢迎 但他让我们小孩子别居此礼节 孩子们 我跟你们一样都饿了 你们不想吃饱了肚子在行李吗 快坐下吃饭 爸笑着把他让到自己旁边坐下 他很快就成了我们许多人的好朋友 放暑假的时候 只要可能每天午饭后 我们都到他房里待上一会儿 一个夏日的午后 妈和家里人都去睡午觉了 我一个人在客厅里赏雨 雨水顺着房檐急速流下来 宛如水晶帘子似的 雨水顺着水沟排得很慢 铺砖的院子成了水塘 浅浅的水面 捡起无数珍珠般的水泡 清风过处 水泡又消失了 仿佛跳舞一样 雨停了 水面反衬出蓝天 一对粉红色的蜻蜓飞进院子 长儿又开始在院前的老柳树上喧嚣 孩子 你在跟自己唱歌 我没注意书组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如果没什么事 到我屋去给你看书 我跟他来到前院 他住在左边一排房子里 院子四周都有环廊 即使下雨天 从一个院子到另一个院子 也不会被淋湿 他问我最喜欢哪些诗 我把刚学会的背给他听 可我说不出诗的名字 这下倒把书组逗乐了 他笑着说 你继承了你爸的弱点 他十三岁时就能做一首好诗 可惜记性不好 你祖母常为子担心 他说没个好记性 怕科举考不中 他让他去审城学商业 因为你祖父是个不错的生意人 他怎么就不能跟你祖父一样 做个生意人呢 你爸确实是个天才 二十岁时就能一字不差的 把整本论语背下来 祖父死得很早吗 我问 他死时才三十岁 你爸刚五岁 他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聪明的人 不到二十五岁 他就完全自己设计 造了一艘轮船 他从一些洋朋友那儿学到了技术 他看外国书 跟读中文书一样 我不知道他学的是哪国话 只听说他所有的外文书 都藏在你家乡的祠堂里 到了那儿 你可以自己找出来看 叔祖 你告诉我 爸长得像祖父吗 祖父也是个诗人吗 我好几次都想问他这个问题 他不像他 你祖父对诗一点兴趣都没有 叔祖往长烟锅里填上一袋烟 我替他点上 他笑了笑 继续说 饭后一袋烟胜过活神仙 好 还说你祖父吧 他十四岁时就通过了院士 但他无心求取功名 放弃了也许能种取人的乡士 好多人都为他惋惜 他说他不赞成这种对人无益的考试 他只能使一些凡夫俗子 清云直上 谋举到高官厚禄 你知道 那时候 如果你考取了 就能离开穷乡僻壤 走上仕途 即使很年轻 也有权去管别人 你祖父说 让一个不跟人间式的十七八岁的孩子去理政论事 有多荒唐 他妈妈通勤达理 答应他大了点再考 从那时起 他便开始跟一些洋商人传教士学习外语 然后就整天学代数 几何 还有什么 我也说不出名字 他二十三岁时 勿了几个人 造了两条船 一条蒸汽船 一条基轮船 两条船都特棒 第一次试航那天 村里的左邻右舍都跑来看 那天 我们全聚集到你家祠堂的大厅里 第一杯酒是祝贺他的成功 你祖父告诉大家 他为什么要花时间做这么件事 我人记得很清楚 他那天显得特别英俊潇洒 穿了一件白丝衬衫 眼睛闪着光 书祖到后没几天 于表哥和白表哥也来看我们 他俩是我大叔的儿子 他们向爸提议 我们也一起照照相 说文明人都得照相 于表哥流过日 白表哥是流德的 他们到过世界上许多文明的城市 他们刚过二十五岁 特别爱谈论政治 社会改革和时髦的生活观念 爸最不喜欢听他们那一套 可妈妈们都觉得他们了不起 因为他们到过世界那么多地方 而且他们的外语说得同中文一样好 看他们在一起好开心 他们对爸很有礼貌 对妈妈们也很亲切 但对我们却很自傲 所以我们给他俩起了外号 于表哥的外号叫举手 他说话时总把手举在嘴边 白表哥的外号叫人丹 因他留了一撮人丹糊 我们有时甚至当着他们的面 叫他们的外号 可真有意思 我们都盼着摄影师早点来 每人都忙着打扮 妈让我们穿上过年的衣服 她和五妈互相帮着梳理头发 妈的头发披散开 显得特别长 乌黑光亮 五妈帮妈完成一个大发际 妈也帮五妈玩起发际 看他们书头真是人着迷 两双玉手在乌黑的头发上梳理 宛如盛开的玉兰花瓣 照相前小孩子得刷牙 于表哥对我们说 露着黄牙也没关系 可以举手无嘴吗 八姐说 我们好一阵笑 我欣赏八姐的机制 我们来到客厅 那儿已有许多人在等摄影师了 书组坐中间 爸和白表哥坐台两边 于表哥和五哥坐他们两边 四位妈妈站在他们身后 四个大女儿坐在书组前面 我们小的坐在地上 前面还摆了几盆花 折腾了好一阵 把人都弄累了 我和八姐真想跑开算了 照相前 摄影师让我们都笑 他想让每个人 都露出最好的表情 照完相 书组长出了一口气 对白表哥说 你说文明人都喜欢照相 可我看不出这玩意儿 书组长出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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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去看影子戏 梁勋生做过 住西方许多国家的大使 回国时 买了一辆有八个座位的 黑色沙龙牌小汽车 梁叔来我家时 我见过一眼 第一次 那车停在前门 除了妈和五妈 我们都跑出去看 邻居也聚拢了 来看这辆新车 我这岁数 还能坐上这样的新车 真是造化不小 坐上兜兜风 人们得说我精神的像个小伙子 你们说 是不是 书组说 五哥说 奔先生从没坐过车 带他和我们一起去 奔先生身穿马褂 头戴礼帽 那样子 好像是去参加什么特别的仪式 他一脸严肃的样子 把我们全逗乐了 我看见妈和五妈走回房里 他们只是跟着笑笑 叔祖 你有没有打过电话 白表哥问 我可没拿福粉 你想让我试试 回家以前 什么新鲜有趣的玩意儿 我都想试试 俗话说 活到老 学到老 后生可畏 这是孟子说的 对不 我家门房有不电话 已经好几年了 这倒不是因为爸想安 他也很少用它 这电话是爸做直立部正式时装的 爸后来告诉我们 他那时要参加各种新组建的团体 鼓励人们支持他们 例如 他当时是水电委员会和电车委员会的成员 警校的名誉校长 改革监狱的主席 南开和北洋大学的委员 我需要一部电话 谁想见我 可以通过秘书约时间 我从来不回电话 除非是上司打来的 幸好没有几个上司喜欢打电话 我想这东西很费钱吧 叔祖说 你可不知道 每天都有不少邻居来打电话 有的只是好奇 打着玩 有的确实真有急事 比如晚上找医生给接生 电话可比马跑得快多了 有的时候小孩子不听话 死缠着父母 他们就带孩子来打电话玩 这下好了 我们倒出名了 可他们有时也用电话吵架 就在昨天 你不记得了 邻居家的厨子打电话 骂那骂肉的 骂来骂去 得有一个钟头 最后是接线声不耐烦 警告他们要掐线了 五妈说 这么说 电话还干了件好事 没有电话 他们准得打起来 指不定谁把谁脑袋给开了 书组说 爸被逗得大笑起来 年轻人 现在我可不想打电话了 等什么时候烦得受不了了 也许会用他解解闷 书组对于表哥说 我记不清 我们和书组 两位表哥 还有奔先生 是怎么上的车 书组尽情享受着这次旅行 一路上叫个不停 可奔先生 却比平日还严肃 两手插在衣袖里 静静地坐着 面无表情 冷峻漠然 活像词堂里的画像 小汽车转过一道弯 险些撞上墙 孩子们吓得尖叫起来 可奔先生稳坐如泰山 眼睛都不眨 简直是尊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